怎么可能? 有可能 哇老板 怎么你这样鬼鬼祟祟喔 嘘 小声一点 我今天冒着生命危险 来到TTDI这里 带你去看我的二奶 我会一起顺便做美容 二奶 哇你很敢喔 我跟老板聊天宋 你爸害我啦 嘘 骗你的啦 二奶就是我的爱车 带他去做美容就是帮我汽车 做护理美容 新年要到了吗 但是让他变美美啦 而且啊 人家讲这间 Velvet Shin 汽车专业美容护理中心的老板 很像Tony Stark 的嘞 想不想看?想看的话 赶快帮我分享按赞 Let's go! 老板 嘿嘿 介绍给大家认识 这个就是Velvet Shin 的创办人 Tony Stark 蛤? 大家好 我是不像Tony Stark 的Tony Stark 开玩笑啦 我是车美墨法师 Dr. Philip Tan Dr. Philip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我的车交给你做detailing 我就放心把我的爱车交给你了啦 诶 sorry bro 今天是辛苦你才对啦 我精心为你准备了 登登 蛤 什么古游导演 蛤 一日汽车美容师 OK Boss 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Velvet Shin 内是一家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那么我们是专门帮顾客的车 就是他们的 premium 的爱车 从内到外帮我们做 保养修复还有做美美的 嗯 Zeri 车本来就已经很美了咯 还需要做美容咩? 当然要咯 噴 original chip 嗯 最少都是从几千块到几万块咧 嗯 So 我明白了 所谓预防生鱼治疗 来到Velvet Shin 这边的话呢 花一点小钱就可以省大钱 诶 这个生鱼有得做哦 I believe 可是 Boss 要怎么样做 我很压力咧 我怕人家弄坏人家的车 要怎么样开始 要怎么样做 不用担心 什么事要开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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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按个赞还有分享出去啦 唉 我都要干嘛咯 刚才老板讲 Velvet Shin 有一套自创的 3D Detailing System 就是 Define Design Deploy 帮助顾客 找出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跟着四个Process 开始做汽车美容 也就是 Preparential Work Process Polishing Process Protection Process 到最后的 Maintenance Process 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这样的Process 变美美 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Prepareation 人家叫我PJ 训练 训练 十十岁啦 首先要做什么呢 老板 第一个step是什么了 OK 首先Prepareation Work了 就是 先要把我们的器材啦 那些shampoo 全部都准备好些 因为Prepareation Work 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把不属于 车上 Clay good的那些 肮脏东西 除掉先 这样子的话 才方便让我们看得到 到底整个车器的情况 是怎样 然后我们从那边 我们才能够知道 其实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这辆车的问题 好了好了 那么Prepareation的Process 现在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到Polishing 老板 做Polishing的话 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要做些什么 其实根据这辆车呢 因为它不会很多生花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 Medium Polishing 还有Fight Polishing 当然 我们今天将会用 最主要的Machine 也就是从意大利的 这个Machine 高级Machine 来帮忙处理这些 Medium 的花 还有浅的花 老板 你在偷懒啊 坐在里面吹冷气 没有老板刚才讲说 要保养车的内饰 里里外外都要弄美美 汽车Polish就已经完成了了 接下来我们去到下一个环节 叫做Protection 这个环节很重要 很多人会讲说 汽车美容保养很浪费钱 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很傻啦 今天这一台车 我们会做一个 Jewish的Car Quoting 因为有了很好的Protection 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 损坏 腐蚀 甚至可以很好的保护原装车器的耐用度 就好像 男人女人不保养很容易老的意思咯 而且定期做保养 就可以减少花大钱的机会 我忙到现在才有时间吃饭啊 这个行业真的是不容易做啊 老板 又给我抓到你偷懒了 嘿嘿 有福同奖 有难同等 来我们一起吃 来吃饭啊 来吃饭啊 你吃饭了保养的话 那么洗车的方法也对的话 那么只需要每三个月 Wax一次 那么你的车就会保持到美美啦 Good啊 阿公告成 那么我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从内到外都给我做到 铃铃铃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品 你会发出的 你会发出的 然后再说 我去做一次 你会发出的 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 较为一般的 如果是要去做 我就扣一点点分给你8分吧 还是算成功的 耶 我的表现这么好 那会有什么福利送给我吗 好 只要你是DJR的粉丝 那么同时你也赞了我们的 Valishing Card Detailing的page 同时也赞这个video的话 那么当你来这里做计算美容的时候 我将会送你一份神秘礼物哦 哇塞 老板真的是又大方啊又好啊 那么我今天工作这么辛苦 如果你们要福利的话呢 那记得帮我分享还有follow我们的page ok So Dr.Philip Valishing在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Valishing其实最主要下一步呢 我们将会创立一间学校 所以其实车美它是一门科学 它必须要有很强的基本功 也就是theoretical 再加上很强的practical 它能够把那辆车弄得很好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能够透过教育 能够让这整个车美这个行业 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这样Valishing 有没有打算做联盟或者是找合作伙伴 当然是有啊 因为之所以我们会创立学校 是因为我们想要训练更多的人才 那么更多的人才的话 也能够把这个整个行业 汽车美容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然后让这些爱车的人 也就是那些名车的人 他们的汽车能够受到更好的服务 跟保护 今天的任务很开心 Dijon深深体会到 汽车美容时其实不是只是洗车 骂一骂这么简单 需要具备专业的汽车保养知识 还需要细心需要体力 来为车做保养工作 真的很佩服Valishing的服务态度 我觉得这就是Dijon想要传达的 怎么可能 有可能的正能量思维 真的要给他们大大个赖 那么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在佳节之前 为你的爱车做保养的话 就要来到Dijon诚意推荐的Valworkshin 他们的生意很好的 需要预先做booking哦 记得follow我们的page 还有like这个video 那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 Dijon其实是一个爱车之人 我也很想要加门这个生意 并且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观收入的 一门大好生意 非常有前景 因为爱车之人永远都愿意花更多的钱 去保养他们自己的汽车 那么有兴趣家门的老板们 也可以来PM咨询Dr.Philip哦 一任汽车美容师 成功了 这么可能 有可能 耶 耶 耶 超航种 她是老板的生意 继续 继续 冬天